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平房间侵略者 不光是鬼魂 什么魔法少女啊 地底下的人啊 严和公主啊 那是一个都不放过 男主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由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 他们每天都得去打工 做的工作呢 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学名叫做长方形混凝土 瞬间移动工程师 简称班专的 虽然生活比较苦 但好在男主租到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 小房东呢是又漂亮又和善 和男主还是同校的同学 不出意外的话 男主将在这间房子里 度过自己的高中三年 但他刚住没几天呢 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这间房间里竟然闹鬼 而且这个幽灵还是个美丧女 真男人根本不会畏惧任何事情 哪怕是幽灵 只要打开门 把他丢出去不就好了 幽灵紫毛是非常生气 对着男主就一顿一顿施法 紫毛说是他先住在这里的 要把男主赶出去 但男主为了不给父亲增加负担 也是誓死不让出房间 而除了紫毛又陆续来了几个青春美少女 他们分别是自称是魔法少女的双马尾 但男主只认为他是喜欢cosplay的中二少女 大地之民的后裔 弟弟人黑毛 看球使人很有辨识度 外太空的银河皇国七公主黄毛 出场方式亦有些炫酷 但不幸被男主精准定位 撞到了高贵的胸口 跟着黄毛来的还有他的护卫兼保姆蓝毛 这几个女孩呢 都是为了男主租的这间屋子而来 理由如下 黄毛是为了继承皇位而过来试炼 这里呢是他电脑随机指定的坐标点 他必须把坐标点的地方纳入领地 若该地点有生命体存在 就必须使其宣誓忠诚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这间屋子据为己有 让男主成为他的部下 黑毛呢则是发现这间屋子 有地底足的重要祭坛 双马尾是因为最近这里 可能要被会魔法的人盯上 紫毛是因为他一直都住在这 现在几个女孩加上男主 都想成为这间屋子的主人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比试比试了 由于房东不允许破坏屋子 大家就只能闻到了 把房间呢平均划分给每一个人 看谁最后能把别人的领土赢过来 而他们的第一项比试竟然是 臭王吧 合着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啊 最后决定出来的方式竟然是臭王吧 厉害厉害 我没想到的是啊 就算是臭王吧 双马尾也能输个血本无归 第二天 上课林刚响 老师就带进来四个转校生 男主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家里的几位祖宗吗 自己旁边还飞着一个紫毛 男主是彻底绝望 想不到自己的高中生活都要被侵略了 之后男主想出了一项比试 那就是参加学校的马拉松比赛 但是这马拉松呢 必须得两个人参加 因为比赛结果会采取两个人当中 成绩最好的那个 于是男主找到了自己的社团学姐 你们知道男主是什么社团的吗 她是编织社团的 就是没事鼓刀鼓刀毛线 吃点什么东西的那种社团 我感觉学姐都以为你要表白了 结果你她喵的就说了个这 跟爱情身边的事你是一点都不干 只要你跑得快 爱情就追不上你 最后学姐还是答应了男主 因为学姐有那么一丢丢的喜欢男主 转眼间就到了比赛那一天 枪响之后 黑毛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剩下的人全员打假赛 主角团们也一个一个的跑了起来 就剩下可怜的双马尾 她跑到一半的时候想要放弃 是学姐使出了亚萨西之力 安慰了她 于是学姐成功收获一枚小迷妹 转眼间障碍马拉松就来到了 最后一个任务抽纸条 要想办法拿到纸条上写的物品 才能够通关 黑毛和黄毛抽到的是 A罩杯以下的胸罩 和D罩杯以上的胸罩 我缓缓的打出了一个问号 这题目是专门为他俩而准备的吗 那这岂不是互相抢夺的罩杯之战 黑毛黄毛这边还在战斗者 学姐和双马尾也来到了这个环节 他们抽到的分别是朋友和社团后辈 最后学姐作为双马尾的朋友 男主作为社团的后辈 三人一起赢得了冠军 比赛完成的是非常完美 这天蓝毛在一个抽奖活动上 抽到了幸运大奖 六人温泉海边招待券 这才是第四集 咋就温泉了呢 七八定律不好使了吗 这次毛作为幽灵 岂不是还可以偷窥难易 来到了海边后宫们一个个是光鲜亮丽 向男主展示着自己的泳装 当然了可能会有点暴露 只能向男主展示 不能跟你们展示 但所有人都比不过学姐出场的 那一瞬间 这可能就是正宫的力量吧 一节更比六节强 完全秒杀 在泡温泉的时候 几个女孩说出了自己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黄毛继承皇位是为了保护母亲 紫毛是为了等爸爸妈妈回来 双马尾呢是为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黑毛是为了弟弟人的繁荣 还有自己多年前没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坐上云霄飞车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男主睡着睡着 一把就抱住了旁边的蓝毛 蓝毛是害羞的爆炸 但实际上 男主是把蓝毛当成了有大甲虫的树 他并不是想要蓝毛 而是想要梦里的大甲虫 想清楚的蓝毛直接把男主打醒 并且把甲虫列入了必杀名单 被赶出来的男主来到了海边 遇到了黑毛 黑毛跟他说起了他喜欢的人 紫毛出来找男主 看到男主和黑毛在一起 想吓唬他俩一下 没想到被男主的护身符直接电击 紫毛非常伤心 他感觉男主这样是在防备他 伤心欲绝的紫毛一个人坐在海边 转眼间就被两个幽灵猎人给抓走了 这一幕被双马尾看到了 他赶紧告诉给了男主 男主决定率领重后宫前去营救 后宫们各出奇招 终于找到了紫毛的位置 而紫毛这边呢 有一个幽灵大姐正在给他洗脑 说什么我们都是被背叛的灵 人类都不能相信 正说着 男主率领后宫就到了 你看看 打脸不 男主化身大怪物给紫毛吃了 男主紧握着奶奶给的护身符 上面写着恶灵退散 家内安全 他用力的打向了大怪物 而与此同时 在外面双马尾也正在施展着魔法 大怪物被打败 恶灵被驱散 而为啥紫毛没被驱散 那当然是因为男主坚信 紫毛不是恶灵 而是家内安全 紫毛也是家里的一员 所以当然不会被驱散啦 有了这次经历 男主终于和紫毛和好如初 那个家内安全的护身符 也戴在了紫毛的身上 男主这边呢 终于平静了下来 机友又有事了 因为文化季的日子将近 机友所属的戏剧社 还没有决定演出的剧本 于是男主为了兄弟两肋插刀 拿出了自己在房间的一部分领地 作为酬劳 让后宫们帮忙写剧本 大家为了争夺领地 全员奋发图翔 到最后 只有黄毛的剧本被选中了 他写的是青铜骑士和白银公主的故事 戏剧社决定白银公主 就由学姐来出演 而青铜骑士则由机友来演 但由于学姐面对别人感情爆发不出来 就只能对着男主演才行 所以男主也就理所当然的 去演了青铜骑士 合着机友呢 就是个工具人 而且男主演青铜骑士的时候啊 就好像骑士本事一样 没有一点点的违和感 好像没有人比他更懂的青铜骑士 之后在排练的时候 黄毛的死对头 二黄女来到了学校 目的呢 就是为了阻止黄毛完成试炼 但最后 他被穿着青银驶铠甲的男主 给击败了 只能仓皇逃走 深夜黄毛来到了男主的房间 由于他现在只是漂泊之身 也怕男主不愿意做他的家臣 于是只能偷偷的授予男主 骑士之爵位 但是你这个授予仪式啊 真的是有点吓人 男主但凡转个身 岂不是就抹泊死了 这天男主班里又转来了一个转校生 短毛 他是双马尾的死对头 也就是双马尾之前说的 盯上男主房间的那个会魔法的人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短毛的身份 还亲切的给他搞了一个欢迎仪式 双马尾一个不留神就被偷了家 不管他怎么解释这个短毛式反派 就是没有人相信 只是以为他还是在玩cosplay的设定 既然如此就只能开打了 双马尾决定和短毛决一死战 二人说了一串几里呱啦的英语之后 直接对波 不知道对波左边秘书这个还能不能成立 由于这个短毛绘的是精神魔法 它能让被打的人失去数秒前的记忆 所以双马尾呢还是有点吃亏 幸好男主赶到救下了双马尾 躲开了短毛致命的一击 没有想到这短毛可挺阴险呢 他竟然把学姐给拐走操纵了 面对学姐这谁能下得去手啊 更何况双马尾是学姐的小迷妹 不仅不能下手 还只有挡伤害的份儿 双马尾为了救学姐被打倒在地 失去高光 男主心太崩了 他对短毛说 有我在我不会让你碰双马尾一根寒毛的 别吹了大哥 人都倒了你才说这话 就在此时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学姐竟然把双马尾给救活了活了 男主一看 说好的普通人呢 怎么全员会魔法 爷他妈的也不做人了 男主拿起剑就是干 成功的打退了短毛 之后短毛还去了男主的房间得瑟 直接被后宫们给请出去了 主要还是房东这个普通人比较狠 他一出马 世界都和平了 但后宫们和男主被试了精神魔法 失去了数秒前的记忆 本来双马尾都已经证明了自己会魔法 但现在大家都失去了之前的一小段记忆 他在大家心中依旧是那个中二的Cosplay 这天黑毛约了男主去游乐园玩 后宫们不放心 全员出门跟踪 大家都很正常 只有蓝毛到了游乐场 也没放弃甲虫终结者的身份 甚至想把演出的甲虫假面骑士干掉 是个狠人哪 但是黑毛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他只是想完成自己多年前的心愿 做一次云霄飞车而已 但是这个愿望被弟弟一族反派给拦下了 合着你们每个人都自带反派是吗 这个弟弟反派是打算杀死黑毛 挑起内部战争 然后侵略地上世界 但黑毛有守护人偶 还有男主的保护 反派根本就打不过 甚至还被男主揍了一拳 话说他站的那么高 你是怎么冲上来的 而且这反派的手下 怕不是故意放男主过来的吧 不然为什么男主冲过来打他的时候 你们不拦呢 最后依旧是男主的后宫们 利用魔法 蹦蹦蹦蹦蹦蹦 打败了反派的大徒偶 反派本想自爆 但却被双马尾偷偷布下的魔法结界给压下了 正义方并无人员伤亡 很完美 但最后男主还是没能陪黑毛去做云霄飞车 因为他认为 黑毛还是和多年前喜欢的那个人做 才会开心 那个人呢总会出现的 至此男主这几个后宫就已经全部都攻略完了 基本都是以英雄救美党伤害的形式出场 想想呢也是挺累的 最后一集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过来圣诞节 男主呢也终于主动了一把 把自己在编织布置的围巾送给了学姐 完结 撒花 我看完感觉啊 这小房东应该也得是个后宫吧 因为在后宫坊里就不存在又不喜欢男主的女人 看这番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挺不爽的 就是看着看着 突然就不知道演的是啥了 我没有看过原作 但是我查了一下 发现这番剧做的原作小说前期卷的内容 而剧情的高潮恰恰就是在期卷以后 所以说这番剧的内容呢也就是个前菜 虽然我看的也是稀里糊涂吧 但是我也猜出来了 男主肯定就是情疼启事 而且估计他在很多年前就和这些女生有关系 只不过番剧里演的有点看不太懂 也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房东的战斗力那么强 为什么学姐时不时的还会点魔法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还是得去看看原作小说啦 最后说一句 番剧的异地真的很好听哦 看多了这种后宫番的男主 还真的是让人挺羡慕的 但是呢 这个番剧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工地搬砖 租便宜房子 还想开后宫的话 好了 那今天的番剧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点亮 小铃铛 爱你们哟